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塑旗下的子公司台塑新智能指标性暗厂台南永康2022年正式启用 才与台电调频倍转辅助服务 而除电的关键是电池电芯 除能会大量的增加 会从原来推过2030年的200会激增到1000GW 但是唯一的一个部分 关键的电池芯 我们都是跟合作伙伴委托它代工生产 于是他们和明智科大绿能电池研究中心合作 从实验室开始要产出属于自己的MIT点心 姜料涂在我们的那个铝箔上面 等它干了之后它才会变成极片 手上拿着的是花了近三个小时调制好的姜料 作为电池正负级的材料 调整好宽度与厚度 用涂布刀把姜料均匀地抹在铝箔上 接着放置8到12个小时烘烤 烘烤完的极片我们都会先经过碾压的步骤 苏形裁切接着组装 那这边的话就是我们的电池的零件 放上正负极格力膜垫片黄片滴上电解液 扭扣型的电池大功告成 而像这样全手工花两天完成的液态锂电池 未来在台塑新智能张冰厂将全自动生产 明治科大帮我们是包括了 有一些正极材料 负极材料配方的设计 我们的产能是2.1Gb 第二阶段马上会开始启动 会有另外2.9Gb 它将会供应给台湾所有的 不管是电动载具 电动大巴 电动车 或者是大型储能 家用储能来使用 从实验室正式走到市场端 占地12万坪正在动工的张冰电信厂 投资超过160亿 预计2024年上线 未来产能扩充到5GbWh 如果根据台塑推估台湾在未来一年 对电池的需求量来到7.2GbWh 那么张冰厂将能提供至少三分之二的需求 成为全台最大电信厂 不过台塑并没有就此打住 持续研究要把技术推进到固态锂电池 现在的电解液来讲 主要都是有机溶剂 那它其实都是易燃物 也就是说我今天如果在一颗电池短路的情况下 那正负极短路瞬间产生的热 有可能会直接点燃我们的电解液 那今天固态电池它不是易燃物 所以也就是说我今天就算短路了 那我的电池也不会很直接的烧起来 到底什么是固态电池用一个小实验一目了然 使用固态电池发电的电灯 在电池被刺穿简断破坏的情况下 即使电压下降也持续供电 被破坏的电池也没有流出任何液体 也没有一点冒烟或者期货的迹象 简单来说固态电池少了如汽油般易燃的电解液 除电效果更好还更安全 一旦在明智的模组化产现成功 便会整个复制到张冰厂 未来在新能源的产业链里面 锂电池是重中之重 它的上下游的产业链的产值 我们大概推估至少会有两兆美金以上一年 所以台湾绝对不能缺席 整个产业链从上中下游 我们都会在彰化那个新能源基地 把它建构完整 新能源市场还跨足回藻事业 2017年和陈大有产学合作的台塑新智能 宣布要以8500万 投资成功大学的微藻新创事业 练微藻持二氧化碳的特性 解决工厂排放二氧化碳的问题 我们只要取一小点的藻种 放到我们已经加完培养机的一个血清品里面 靠着二氧化碳生长的微藻 一公斤可以吸收1.6到两公斤的二氧化碳 有效达到减碳功能 刚培养好的微藻呢 再经过实验室 大约一个礼拜之后的培养 先给它二氧化碳 那培养到一定程度之后呢 就会来到五公升的放大大小 紧接着就可以到室外养殖 在我的右手边是直径四公尺 左手边是直径三公尺的 户外微藻培养殖 而在更远方则是长达三十公尺 事实上这一个月就可以提供 三百公斤的枣粉 除了这种大型平面的养殖 不占空间的直律式养殖 也是主力之一 关键是要把技术导入工厂端 微藻它固碳的能力 是一般的植物的二十倍以上 所以它固碳的效果是很好的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烟道器 导进去我们的整个反应器系统 让它在微藻在里面生长去固碳 把枣类好好的来应用 可以做成保健瓶 美容保健瓶 又可以去做废水处理 还可以做生殖能源 台塑的能源投资很前端 从新能源节能 除能到循环 多方布局 当然产业发展备受市场检验 还有政策的影响 节能减碳跟永续 一般会遇到的 大家都会先算算盘 就是刚跨路的时候的成本是高的 所以政府要很有决心 要很坚定不移的投入 这样子从产业 社会跟政府 三方联手 这样子新能源在台湾一定可以砸根 全球都在拼的永续 台塑从中找到方法 发展起绿色经济 希望打造永续环境与利益兼具的 双赢局面 或许要拉长时间轴才能看到成果 但值得期待 华视新闻联雅送一张张荣甫 专题报道 哈喽 我是蕾亚 想要抢了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YouTube频道